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在这里帮着师哥师姐们做采访 马来西亚羽毛球的同时代的几个运动员 除了干麦的Peter 还有印尼的陶菲克 还有中国的林丹 所以马来西亚总的来说在律师 自五六十年代起就是世界羽毛球的成果 这既是一场比赛呢 它就是一场表演的算 实际上呢 我也没想到气氛会这么的失踪 那么大家都知道 关于李宗伟还拍过一个电影 叫《败者为王》 那里头就充分地用这种形式展现了李宗伟 这位可以说羽毛球之王 马来西亚羽毛球之王的传奇的运动生涯 在他十九年的运动生涯中呢 李宗伟还能拿过上百个世纪军 那么这里头呢 包括各种比赛 但是 但是 真正的国际性的比赛 像是比赛 他是四届的亚军 像奥运会 他是三届的云台 所以有人说 怎么说 命运想要跟他开玩笑 另外就是他一直战斗在2018年 他立患这个敌人来以后 他去香港治疗 他进行了三十多次的放射作业 那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今年初 我说2019年初 他还报名参加了下一个公开赛 但是我们在最后当时 医生劝他放弃这个比赛 所以我们就放弃 你看看 现在 现在两位女士都休息了 所以不休息了 所以不休息了 所以现在主持人也在跟他聊 可以说是开玩笑 一场礼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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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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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双打比赛,尤其混伤,特别讲究配合。 据我所知,李宗伟和他身边的这位伙手是配合过,取得过世界比赛的好环境。 我知道很多群民都讲看李宗伟的头顶披杀,对角的披杀。 因为之所以很多中国球迷人很喜爱李宗伟,一日听他的敬业精神,还有那种签讯的态度。 还有就是他的头领最短批杀,这是我从网上做功课得到的信息。 但是呢,可以说BI对他个人的打击很大。 因为原来在明年,也就是2020,东京奥运会,能实现他个人奥运会,或者说世界比赛的,世界级比赛的零金牌。 所以呢,他在恢复以后,今年初他就参加了佛家队的恢复性训练。 那么当然是为他个人量身地做的那种恢复性训练。 之后呢,他还报名了一个晚夏公开赛。 他之所以报名那个呢,就是因为希望攒一些积分,能够跨入2020年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这个门队。 但是在比赛已经分好小组以后,他在医生的极力劝说下,那选择退出了。 所以也是非常遗憾的吧。 但是,所以那次在半年前6月13号,他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宣布这一消息,可以说是热泪融化。 那里那个,可以说那个热泪含着19年他运动生涯的一种写照。 我们总结李宗伟的这个,除了他的性格和他的球路以外,他就是永不言爱的那种精神。 我觉得这个在羽毛球运动中是体现的非常灵力尽致。 我们也都知道羽毛球比赛的体力要求是非常最大的。 他超过了足球运动,或者说其他一般球的运动和一般性运动。 他的体力效果非常大。 那么这种,然后像李宗伟呢,他也在他顶峰时期呢, 他保持了将近400天的这个世界羽团排名第一人。 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开创了。 哦! 李宗伟也开创了马来西亚这个羽团的一些记录, 一些记录,保持任何的一些记录。 那么比如说就是世界第一名最长的记录在马来西亚, 李宗伟现在还保持着。 那么也就,但是命运就是这样,尤其对于印度员来说, 就是这样的残酷。冠军永远只有一个。 虽然世界第一个排名,可以说实力, 或者说他是和这些顶尖的运动员都是南风伯仲的。 但是唯独就是在那个时刻,或者说那个地点, 他就无缘获得冠军。 这个对一个运动员每次,或者说下一次的决赛的比赛的压力, 每一次都会增加,像滚雪球一样。 但是李宗伟一直坚持住。 甚至当他立化症进行治疗,然后恢复训练以后, 他还都希望能参加明年的奥运会。 所以说他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 可以说是他,不能说他特有, 但是在他身上反应的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呼吸, 也受到了,可以说世界各地的球迷的追捕。 所以有些球迷在网络上也说, 说是不是你们喜欢的, 就是你们有怜悯的程度。 但是我们细想这个问题, 真的谈不上怜悯。 因为从他个人,他在马来西亚也受到了, 他每次获得好成绩,像奥运会的银牌, 都受到了国家政府的奖励。 那么他在这儿,所取得的,我刚刚介绍了, 大大小小的冠军,那都是以本来计算的。 然后他又当了很长时间的世界第一人。 所以你说怜悯他真的, 我觉得从内心深处还是佩服他这种顽强的意的, 永不言败的精神。 现在是9比5。 因为我看见网上有一篇文章, 就是那时候,在马来西亚,可以说在李宗伟参加冠军比赛的时候, 有电视直播的时候,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可以说是做到了外延空下。 然后从,因为他们这楼间距都不较近, 所以楼与楼之间都能听出, 打出好球以后的荒唐声和输入以后的那种遗憾的声音。 他说当时他就想到没有一个人在历史上能像李宗伟人一样, 在那个时刻能团结马来西亚所有民族, 所有可以说老幼男女,没有一个人能做到。 而李宗伟在他的运动生涯中做到, 他可以说是马来西亚人民的骄傲。 另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信息,就是刚才提到了, 李宗伟有一位学期被号称以堂斯, 这两个国家呢,无论从地理上来讲,还是从地理上来讲,都是靠得比较近的。 是要交换场地吗?还是说结束了吗?要交换场地。 中间是访问。 好的,那我们现在暂时有一个小访问人,是吗? 呃,那现场这样,现场呢,因为大家知道马来西亚呢, 可以说是华人很多的地方。 所以待会儿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采访呢,是主持人又英语, 另外还有一个华人又汉语。 所以大家静静地听一下,全是马来西亚的国首。 现在就问,那你是不是愿意跟这个拿出屋里多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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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都是这样, 你可以说, 你刚才说你是很反应的, 玩对日亚。 是否很反应? 是确实吗? 是假的? 他说了吗? 如果我是正确的。 我感觉你的感觉对向他很重要。 我是感觉犯了。 因为我以为你最喜欢的。 因为我以为他出样的人会的是我的爱跟。 我不是央迷大,我是很信心的。 剛才主持人管理工委叫拿捏拉李宗伟,這是他們的一個頭銜, 是正式和元首,蘇丹,在一個名義的頭銜, 叫爵士,公爵,這種稱謂。 所以我認為他的出色成績和英國爭光的表現已被受於拿捏拉。 當時我曾經在拿捏拉。 所以現在是你回家的朋友嗎?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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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過一波尹的試狀, 一波特殊的試狀, 對。 對我可以交換比他導臨的試狀, 因為我利用已cause poker。 是不是不是別的試狀, 就一直 capable有厲害。 對。 我們認識大家和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